有走失的猪肉制品 而且是含有良性病毒 这个制品呢 是包括香肠、火腿等 要特别说明 这个是我们从过去三年半以来 今天第一次在国内 发现有走失的猪肉制品 而且是含有良性病毒 这个制品呢 是包括香肠、火腿等 这些的辣制品的传染性是百分之百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我待会呢 我先把整个重点 跟各位媒体记者朋友报告以后 我再请我们的新市检察局的黄局长 跟我们官务署的城务署长 再来补充说明 我想这个是非常感谢检政署的同仁 他们非常的辛苦 这个是跨县市 包括云林县的抖六分局 包括新北市 那海参分局 那共同查获我们邓信的这个行人 违反了相关的远久管理法跟我们的洞传法 那这个是在8月19号的晚上8点查获 那因为查获有71公斤的肉品 那第一时间请我们家卫手立刻的来做检验 我们发现 那守在地当然就是在新北市的新庄 他这个民宅里面有大量的这一些所谓的不合法走私的这些相关的产品 结果我们针对的这个71.786公斤的所有肉品 其实包含其他的走私是有130几公斤 那我们去查验的结果 在今天下午3点确认 他是会做出的阳线病毒 而且是经过了两次 等同就是这样的一个肉制品 如果没有我们警政单位 跟我们的检调单位在第一时间 把他查获 他流通到市场上 那市场再跑到虚募场 那我们所有的跨部会 尤其是总统院长非常要求做到百分之百的 所有的这个会做出的防疫可能就破功了 所以这个部分各位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图片 就是我们的警政单位在第一现场 这个都是所谓的越南制的一个香肠 或者是火腿 那这个部分呢怎么进来的 他就是透过所谓的空运的一个破运这样的方式进来 相关的这些的资料 官务署目前都在清查 而且会往前追 他不是第一批 不是首批 之前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部分进来呢 那我们会全部的去把它做整个跨部会的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扣流 那跟追悔 我们绝对会在市场上全部去执行 所以今天今天的会议呢 我要特别跟大家报告 我们的几点的精进的作为 第一个 非常感谢我们官务署 还有我们所有警政署的同仁 尤其是新北市 警察局黄局长带领的同仁 我们会去针对这个邓姓的这一个嫌疑患呢 把他不是只有这一批 这批进来的71公斤 我们完全的扣流销毁 他之前就有从事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规划走私的一个行动 那他的所有的越南进来的这些猪肉制品 那会在他的所谓的中下有换售 如果今天晚上呢 我们警政单位还有地检署的黄主任检察官 全部都进驻到海山婚局成立一个专案小组 那当然包括官务署 包括卫福部 包括农委会 全部跨部会 会去执行这个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第一时间 要把所有可能的这些的弱制品 全部的在市面上去把它全部找回来 扩押全部要去销毁 不能让他流到我们的去牧场 这是今天的会议里面 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决议 第二个我们会请卫福部跟农委会 因为针对全国有在卖越南食品的这些的商家店面去决认他所卖的猪肉制品 绝对是要国产的 我再次的强调 包括越南 包括许多亚洲的国家 包括菲律宾 印尼等 甚至中国 都有非洲猪瘟 这些非洲猪瘟的疫区的弱制品 是不得进来国内 当然不能进来国内也不得在国内换售 所以所有的可能的越南食品换售的店家 所卖的肉制品 我们会全面的去清查 那这个由卫福部跟农委会这边来执行 那第三个 我们要特别感谢官入署 因为在过去所有三年半来 包括每个人的手提行李要百分之百检查 托运行李也百分之百检查 我们所有的邮包也是透过这样的X光百分之百检查 那我们会针对这次的整个货柜里面的快递的这样的一个包裹预送 那官务署有一些高风险的潜在者 我们会来做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加场的测验 那这个才可以具体的在边境里面 杜绝所有的这些可能的走私的弱制品进来国内 那第四个 在境内呢 我们会请环保署 我们会请农委会的序幕处 来针对676厂 有厨余真主合格设备的农民 绝对要百分之百的把厨余真主一个小时以上 而且温度要在90度C以上的这样的温度 也就是说我们从边境要守住 即使边境有少数的漏网之余进来国内市场 那跑到虚幕场的时候 我们的农民还是要依规定来做真主 所以我在这里要拜托所有6700整个市场的农民 在这个时候大家要向上要求 要所有吃饭的农民一定要百分之百 真主合格设备 所以如果没有的话 除了环保署 农委会也会依法来开罚 更重要的是 如果没有跟环保署 申请合格真主设备的农民 如果用了厨余 我们序幕处这边 会来加重处罚 明天我们会邀请所有22个县市的农业局 农业处及动保处 全面的启动 在整个境内里面的序幕场 做好所有的这些生物安全的房子 做好所有的这些厨余的这个真主设备的要求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